平台解决这个中美集装箱运输过程中 多头需求对应个体供给的现状 同时也完善了航运公司集装箱门道门物流链的直接性 公司目前最新的战略合作 有2016年5月31日 Sino与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加入了战略合作的关系 与山东高速携手 我们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整体集装箱 海陆及海铁的运输网络 同年7月27日 Sino与北美中原物流有限公司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我们除了提高服务质量 为客户提供专门制定的解决方案外 还将充分运用市场差异性战略的优势 结合互联网技术 推动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同时未来我们将应对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 并进行一系列的业务性重组 以下是我们公司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的财务状况 最后是投资亮点 好谢谢大家 好非常谢谢Sino S-I-N-O 中环球船务的财务官 首席财务官潘小姐 那现场投资片有没有问题 可以跟大家讲到今年Sino 其实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好 你们是NVOCC吗 请问一下你们是NVOCC 全称是 你们是有船的还是没有船的 我们是没有船的 我们是什么 提供船运服务 船运相关的管理和服务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非常谢谢潘小姐 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进行的就是 第二奖的抽奖活动 第二奖的抽奖活动 Kenny Kenny 那一样 跟大家提到我们中文投资网办活动 就是公开透明 那刚刚抽到了三奖 我们又把这个大家放回去的抽奖券锁起来 现在我们再请同事把它打开来 我中文都没有摸过 大家可以相信我 那刚刚我们有CJJD九州大澳房的 投资人关系主管刘先生 他自愿要来抽出我们幸运得主 我没有投啊 能不能先来投一下 不可以不可以 就算你投到我也不会认证 我这样子啊 我叫我这样子啊 我叫我这样子啊 你读出来就可以了 对 大声念出来 那个数字是47765234776523 有没有 那就我的啦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带来也就 对 都没有吗 有 有 4776523 是你吗 是吗 OK好 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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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我们中文投资网活动要多多参加 OK OK 那来 那你拿什么 OK OK 谢谢 有 这个给你 好谢谢 待会请我吧 平特建章跟我们业务代表月兑换 就是Tesla股票等值现金 笑一下 笑一下 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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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恭喜 谢谢谢谢 好的 接下来马上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家压轴要跟大家推荐的公司 今天呢 他的首席的财务官晶晶先生 公司呢是T.A.N.H.炭博士 那我们欢迎晶晶先生 阿炭博士呢其实也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在生活用品是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是他们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欢迎晶晶先生 谢谢大家今天能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五家公司 那我是这五家公司最后一家 我是这家公司的CFO 我叫晶晶 我们这家公司是在2015年刚刚上市 也是我们2015年中国上市的 在美上市的中国的中概股第一股 这是一个免分声明 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 然后在成立的初期 我们是做这个活性碳相关的一些家用产品 就像大家都可以看到 跟碳相关的任何的一些这种家用家居的这种产品 我们都在做 那么在上市之前 就是说在1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技术 就是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电通碳的技术 然后我们是在2015年上了市 上了市的以后 我们截止去年的年底 我们公司主要有三大业务产品 第一大就是我们最传统的这种家居业 那么我们有我们的注册商标品牌碳博士 其次就是这个所谓的超级电容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电池 这个我们在讲到后面的时候 我跟大家走动再跟他说一下 最后就是烧烤炭 什么是烧烤炭 就是我们简称那种BBQ 对吧 你BBQ你要烧烤 烧烤用的这种烧烤炭 所以基本上我们公司在这个2015年之前 就是2015年截止年底之前 我们的这个业务就是以这三大业务做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2015年之前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简单的框架 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每一个不同的产品 我们都是分成不同的子公司来做 然后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代码 我们公司代码是TAMH10Tech Holdings 然后不好意思这个价格我们是7月10号的价格 因为当时我在做招股的时候用的是这个PPT 那么现在我们的市值 我们现在的价格是在3块3左右 我们的市值是在8000万美金 那么因为我们是这个中概股第一股 所以我估计呢刚上市的时候被人狠狠地炒了一波 所以说我们的股票上市的时候价格是在3块6到3块7 但是一不小心在3个多月的时候被人炒到33块多 所以当时我们的市值也将近快到10个亿美金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 因为当时我还不在这公司 所以也是我们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不太了解 我们准备也没有太充分 所以导致到后面 后面被美国的这些反华势力做了一个 很强劲的一个洗盘 所以由于我的加入 因为之前我也在国外待很多年也做股票 我在加入探博士之前 我是在中国是做并购的 但是我是在日资公司服务 所以主要是做日本这些在华的这些收购业务 所以对资本市场 尤其是亚洲的资本市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不敢说给大家保证 但是我们公司也有准备 也有准备 就是说以防未来我们公司的增长上去 被反华势力再去弄一波 我们自己也会有准备的 所以这个大家也放心 我们也会完全的去保护已经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投资人 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些 prospective investors 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声明 也不用担心 因为国外的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 因为有这个做工机制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在去年 去年尤其是刚刚上市的时候 我们是三月份上市 通过半年被他们炒了一波 然后下来 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的CEO 我们的CEO是王先生 王正宇 他之前其实是浙江大学生物系 换句话说他是技术出生 今年五十多岁 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种香菇的 是做这种香菇类似的产品 大家不要小看他 现在在日本出口的这些干货的香菇 有将近百分之三十 是我们这个另外的我们的这个Affility 虽然不是我们这个公司 但是是我们的这个另外的 我们这个也是他控股的 这个这个另外一个公司 基本上都是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在技术上面 尤其在生物技术上面 他其实算是专家 其实我啊 我就是晶晶CFO 那么我之前当然 我自然我自己也是美国注册会计师 然后最早的时候我是审计出生 我是做审计的 然后最后做宾购 然后现在呢 我也是在上海财经大学 做兼职的这个讲师 虽然说是客座教授 但是我年纪没那么大 所以就这样 然后我们的这个技术总监是陈在华 陈先生 他呢是一直是在日本 一直是在日本有留学 他是在日本毕业 所以他主要是负责我们 国心态技术上面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吴先生 首席运营官主要是做经营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从14年到15年的时候 我们的分类 大部分可以看 我们现在逐步是在 在14年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以消费 能源和贸易 贸易占的不多 贸易主要是活性炭 不是活性炭 不好意思 烧烤炭 就是这种所谓的BBQ 这种原材料 因为各位都知道都吃过烧烤 对吧 你不管你在韩国烧烤 还是中国的这种马路上的这种烧烤 有烟 那活性炭的这个烧烤有什么好处 它无烟的 它是无烟技术 而且中国其实是烧烤的这个大锅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烧烤炭 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消费量 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出口 基本上是在这个烧烤炭上 那么我们的这个消费上面 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些家用产品 刚跟大家提过的这些家居类的 这些清洁器 任何跟碳相关的 小到那种很小的东西 大到那种所谓的足碳 足醋 跟醋相关的这些东西 任何的这些产品 都是和消费力有关 那么其次就是能源 能源就是我们后面 会跟大家讲的 我们着力公司发展的一个 一个最大的目标 就是这个超级电容炭 超级电容器 这个我会跟大家说 那么这是14年15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在这个超级电容器 这块的业务 逐年稳健的在上升 消费市场 我们的能源 各位这边可以看一下 然后由于我们公司是在去年上市 上市了以后 我们在公司做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资本的一个操作 就是在今年的五月份 我们成功的把苏州的这一家 易茂电动客车有限公司 收进来了 我们的标的是在三个多亿 现金是一亿五千多万 加上三百二十五万的队伍最充股 我们把这家公司收进来 那么很多人会问 你们这个做活性炭的这个企业 你们干嘛去收购一个这种电动车 这种这种东西 听上去不是很相关 其实不然 所以各位在这边要知道一下 电动车 对于电动车来讲 最大的核心内容其实是电池 所以各位 其实你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你不管怎么样 就跟你汽车一样的 最大的核心的就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动机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合资的企业 我们一汽也好 上汽也好 跟这些大众 跟这个 whatever 奥迪 就是奔驰 奔驰都是中国做的 但是他们的核心的发动机技术 永远都是在他们这个老外的手上 因为以前我做日本的项目做的比较多 可以跟各位说 我们的这个格力 格力董明珠 这个董小姐 他经常说的这个国货国货 其实大家知道吗 格力所有的这个最核心的 它的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 这个冰箱上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突然一下这个中文 对 压缩机技术 全是日本的 全是我们在日本的 日本主要是大金 三菱 这两样公司给供的 这个技术他拿不到了 他想买他买不来 人家不卖 所以说 虽然我们很多东西 壳子是我们的 但是很多的核心技术 还是老外的 同样在电动车上面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电池 那么现在电池的这个发展 是非常快的 这个电池的发展 就有点像前几年的太阳能一样的 我们现在太阳能一进入到第四代 那么我们现在电池 有一种电池 就是我们所谓的超级电容器的这个电池 它的基础原料就是活性碳 当然了它有很多种基础原料 那么其中一个现在最主流的这个原料 就是活性碳 活性碳里面有两大类 一大类叫纳米技术 还有一大类叫做什么 叫石墨锡 这两类技术 其实说句实话 其实是改良的 我们所谓是变性的 就是对于这个活性碳 起到一个变性的作用 那么我们公司 它的优势是在纳米技术上 虽然我后面也会提到 我们公司在后面也成立了 在今年成立的对石墨锡技术的 这么一个研究组 去继续去探讨这个电容 或者我们所谓的超级电容它的应用 但是它的趋势是越来越便宜 而且这个电容器的使用 不管是在充电上面来讲 还是在这个温度的控制上来讲 会越来越好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充电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是iPhone7 但是大家知道没有 现在的华为三星 现在用的都是短充的 基本上你充两分钟 充三分钟 你看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 这个电池的蓄电量 就变得会非常非常快 这是个大趋势 所以由于我们公司在电容 超级电容这个电池上 我们有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并购的这个产业链向下游转换 形成了核心碳原料 电容器这个电池 加上我们的这个乘车 我们的乘品车 这么一个系列的一个转型 而且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多说一句 我们并购的这个苏州易茂的电动汽车 我们做的不是那种比亚迪 那种特斯拉那种很fancy的这种东西 我们把我们的领域是锁定在特种车上 什么叫特种车 一共分成三类 一类就是各位你们去机场做的那个百度车 百度大巴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的电动物流车 什么是电动物流车 就有点像那种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美国有这种van 对吧 我们你在FedEx这种都有那种van 但是中国的这种电动物流车 它稍微的高一点 这种车型很难说 就是我们后面也会有照片 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就是这种我们的这种电动物流车 所以顺风啊 在国内的顺风啊 然后圆通啊 直通 他们用的都是这种车 这种车 我们把它变成它的这个电机 作为我们的这个电池 就讲算是电动车来用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这个环卫车 在刚刚结束的G20 我们公司的这个独家专利的 所谓的叫做龙卷风 龙卷风这个清扫车 整个G20会场外面的清扫工作 就是由我们公司的这个车子完成的 因为传统的这种环卫车 大家都没有见过在马路上面 它有一个类似于像这种扫把那种东西在转 对吧 在不停的转 那么我们公司的现在这个最新开发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龙卷风电动车呢 它其实就是个大型吸尘器 它就是个吸尘器 它不跟地面接触 那么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就是你的电池 你这个电力够不够足 因为我们的超级电容电池 不光光在这种汽车上来运用 在坦克 大家知道吗 像这种坦克 像这种导弹它的发射要点火的 这个点火其实它需要的这个电量是很大的 超级电容器在这方面也有应用到 还有大到这种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里面的这个节能片 也是用这种超级电容器 所以它的这个电量的输出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敢用一个所谓的超级吸尘器 来作为一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龙卷风的 这么一个产品 这也是我们今年刚刚推出 而且在这个G20峰会期间 为G20会场做清炒工作 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龙卷风 龙卷风清炒车 各位在网上面也能看得到 好在这边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核心 前面的这个家居的这种产品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家居的产品各位都知道 你喜欢到超市里面 你基本上都能买到 凡是跟炭相关的 我们公司都做 基本上都做 那么在这边 我是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我们后面的这个新能源 这一块的这个超级电容炭 或者我们所谓的超级电容器 所以超级电容器 它是一个所谓的双电层 我自己不是这个 我是财务出身 所以我不是这个 我小时候这个物理化学就不太好 尤其是化学不太好 但是这个超级电容器 它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电池 为什么会发电 因为它会产生化学作用 但是这种 我们所谓的双层的这种 电储量的能源 这种电化学的电容器 它不会产生化学作用 它是用什么电解质进去 什么分解 whatever 那么这就是一个技术 那么里面的所有的材料 就是活性炭 我刚才说过了 活性炭里面分成两类 作为它的变性 一个是纳米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石墨烯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公司在纳米上面还OK 但是石墨烯我估计 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 未来的发展方向 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好处主要三点 第一点充电速度很快 第二点容量很大 蓄电的容量很大 第三点就是这个温度 其实各位不要看 这个电在对温度的这个需求 其实是也很重要的 它能高温低温都可以 所以这就是我们公司之前 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个超级电容器 那么我们的超级电容器的 这个当时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客户 是在哪里 主要应用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风电 我们的这个风能发电上面 它们里面的这个变能器 基本上都是我们供应的 还有我们就直接供应给这些 做这些电池的厂商 我们直接供应原材料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一个 做活性碳起家的 对吧 我们很多活性碳 所以我们就直接给他们 供应原材料 那么现在我们自己也在做 这种跟汽车电动车相关的这个电池 这个电池我们自己做 但是有些大型的工业的这种电池 我们做不了 所以我们就作为那些公司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这个 suppliers 所谓它的suppliers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烧机电容器 其次就是烧烤炭 所以各位注意 烧烤炭就是我说过的 就是你去吃烧烤 以前我刚进这公司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我说好像这个中国人 没有barbecue的习惯 对吧 没有人说在 也没有后院 对吧 雾霾这么厉害 你到哪边去barbecue 对吧 但是其实中国在烧烤炭上的消费是很大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喜欢吃烧烤 按照北方人就是说喜欢去撸个串 对吧 他用的其实都是这种烧烤炭 因为我们在家居 我们跟这个超市的关系非常好 我们有比较强大的这个商超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的烧烤炭它的渠道不丑 所以烧烤炭其实是我们公司的一个 相对来讲也是一个主打产品 在未来我们在烧烤炭上面 也会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规划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时候跟大家提到 这是烧烤炭 而且我们这烧烤是用的竹炭烧烤 它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北京烤鸭 你用果木啊 用那个不同的木烧出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啊 竹炭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炭博士品牌旗下的这些 跟活性炭相关的这些产品 反正基本上你能看到的 都会用到我们基本上都有 基本上都有 那么我们有专人的啊 有我们刚才说过有陈博士 陈博士当然他主要是在超级电容器上面 当然是我们整个研发团队 不管是浙江省的这巴拉巴拉的一些东西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在这个碳材料超级电容器上面 超级电容器上面 这个我说过了 它的应用范围 这个超级电容器 它的这个温度适应环境 然后我们的客户啊 我们也有很多出口 但是我们现在的出口 主要集中在烧烤炭上面啊 就是我们烧烤炭主要做出口 像中东啊欧洲啊 我们都会有在做 那么在国内 那么基本上 BAR的这些商超 这些超市 我们都有合作 但是超市的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超市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超市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于 我们这个进场的成本太高 所以各位如果看过彩报的时候 会发现在这块的我们的毛利率 不是那么的那么的 跟同行业的这些 有些这种直营的这些 这些这些或者通过代理的 这些这些竞争对手来讲 我们的毛利率 或者我们在的存力这块 要比他们要差一点 原因就是说我们之前 一直是进行这种商超合适 我们直接跟超市去谈 所以从今年开始 我们也陆陆续续的想把一些商超 跟超市谈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直接分给地区的代理 说实话这些地区的代理 就是那些超市的叔叔阿姨啊 什么弟弟哥哥啊 他们这些亲戚开的 相对来讲就更加更加好一点 我们的成本上面会有些控制 但是基本上我们跟现在主流的这些超市 我们都有合作 我们的产品都是在这些超市里面去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了 现在这种家用环保的产品 现在我们有这个趋势啊 所以因为以前我做日本人比较多 日本人其实买东西的时候 他先不看价格 为什么因为你在日本买东西 所有的东西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这个同类产品它的价格是一样的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你不管你在东京买 还是你跑到渣谎那些 背海道去买 它的这东西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在日本他们买东西 他们不看价格看什么 那看你这是干什么用的 同类里面它偏向于环保的 那么同样的我们现在中国的消费者 有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的东西 会比一些产品 会相对来讲比较高 有一定的溢价 但是他在环保上面来讲 他觉得 碳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它的应用非常广的 对吧 你洗脸也可以用碳 对吧 所以他相对来讲 会更加的去注意 这么一个我们所谓的 这个环保的 或者艰难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这个超市的这个 这个这块的这个 业绩相对来讲呢 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呢 增长率倒不是太高 这块就相对比较稳 但是增长这块不是太高 那么超级电容碳这块呢 各位注意了 那么这块基本上 还是以国外为 为这个 为为为准 像在美国日本德国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国家 他们国家已经专门成立了 这种机构去去去研发 这个所谓的这个超级电容器 尤其是日本 大家都知道日本德国 是不产油的 像德国在2023年之后 他就不允许在在德国境内 再生产这种跟油相关的 这些这些这些 所谓我们这种油 就发动机是跟油相关的 就必须要全是电 他获得你的混电 所以前段时间这个宝马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会 所以你会逐渐发现 现在宝马以后的车 基本上全是hyber 就是全是混合动力了 所以因为2023年在整个德国 你不允许再有新的这种 所谓的燃油机的这种这种这种车子了 所以这是个大的趋势 那日本这个不用说了 一直是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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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前列 在这个超级电容的这个发现行 因为大家都知道混合动力 就是日本人发明的啊 就是风铁公司发明的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中国呢 现在也当然了是逐步的逐步 在往这块去靠 我们的优势在于哪边 我们的优势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 保有量的国家 这个其实也要感谢政府 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前面的这个第一位公司的 银总也谈也也也也也也也提到了 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 我们中国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对外的石油进口 只占到我们全国需求的30% 但是银总刚才说了 截止去年2014年2015年 我们对外的原油进口 已经将近超过60%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为什么当年日本要透析珍珠港 为什么它要透析珍珠港 就是因为日本 美国人不卖油给日本了 就这么简单 它没油了 那日本就炸了 对吧 因为日本它不产油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国家对于电动车这块的这个 这个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这是宏观的 从小的上面来讲 深圳 我们举个例子 深圳 深圳在2017年所有的公司 它的公车都公用了这交通 必须是电动的 物流车在2020年50%以上 必须要作为这个混合动力或者是电动 所以这个各位都可以查一下 那么新年代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这个是个大的趋势 这是不会变的 不管哪家公司做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未来的这种节能的 新能源的这个概念也好 或者应用也好 肯定会在国内做很大的这个推广 所以我们公司这边最集中的力量 因为我们公司说了 我们公司是做这种 碳的这种活性碳的这个原材料起家的 所以我们肯定拼不过比亚迪 拼不过特斯拉这种市场营销很好的公司 所以我们的车子看上去都不好看 只要能用就好 所以就三家 三种车 一类就是我讲的这个机场的百度车 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的电动环卫车 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动物流车 基本上我们就做这三类 我们其他都不做 对于日用品来讲 这是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 所以这个可以看看 这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重新启动 哦 没关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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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 我们的竞争优势 我们这边有技术有研发 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是研发生产销售一条龙 我们都是在做 我们的总基地是在沥水 我们总基地是在沥水 那么公司是在杭州 然后我们的增长策略 在这边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增长策略就是维持我们碳博士 家居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那么主要把我们未来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集中在这个研发这个电容 这个超级电容器和这个汽车的销售上面 因为这个汽车销售这里面话会讲的很多 里面牵涉到国家补贴的问题 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跟大家在这边多说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销售这么高 大部分都是国家在补在贴 所以导致到去年产生了一大批骗补的现象 骗补的现象 所以中国财政部在查 刚刚结束 刚刚结束 我们公司有十个产品 尤其我们刚才讲的苏州的这个衣帽 有十个这个车产品 是在中国工信部的网站上面 就是中国明文可以补贴的 补贴的这个车型 我们在今年还准备再添加13辆 我们讲的这个13辆是规格 不是说是不同的这个model 但是它的规格 我们会再添13辆 这个东西在中国工信部上都可以查 最后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财务指标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14年之前主要还是靠我们的这个家居产品 这个家居的这块的这个这个收入业务 所以呢15年16年中国的经济各方面都不是太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业务收入上面有一定的下滑 但是我相信我们公司一旦pick up起来了这个电动车的销量 因为我们刚刚跟另外一家公司签了个2000台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框架性协议 这是框架性协议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只要有足够的资金 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电动车这个业务完全pick up起来 因为我们不愁销路的 说句实话 这些人也不需要他们买 讲算了就是你有的订单 国家补给你就好 这钱其实都是国家在处理 所以我们在14年到15年这边有一个下滑 有的下滑 那么利润表上我们基本上我们一年的利润 一年的收入是在三个多亿左右 那么我们现在的净利润是在5000多万 5000多万 资产负债表这边我只想提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长期负债 我们没有长期负债 所以有可能我们在未来也会寻求在资本结构上的一些调整 这个我们也不会完完全全全部以这个签权的目的 签钱的目的去做我们的实验 我们也会加入一定的杠杆 加入一定的杠杆 其实加杠杆对于企业来说其实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你有杠杆你才有信用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希望 不管是在座的还是我们有可能有已经投资我们公司的这些投资人说一句话 就是要和我们在一起 这个投资跟投机不一样 像我们并不是太在意我们的股价 当然我们会维护我们的投资人的利益 但是股价说实话 现在变100块变200块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这个业务做好 因为对于一个公司生存来讲 只要我们的现金流没有问题 我们的公司生存下去 我们的业务肯定会越做越好 因为我们的风口没有错 这是未来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在新能源上面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特种车行业上面 能在国内的业务上分一杯羹 把我们公司做大做强 好吧 谢谢各位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汉博士TANH的金先生 非常谢谢 所以汉博士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的Test 所以大家投资朋友如果待会有问题 财务长首席财务官金先生都会亲自来帮大家回答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压轴的环节 又是一个压轴的环节 就是中文投资网的首席分析师沃鲁王 要来帮大家讲解第四季度赚钱的机会 投资行情大家怎么布局 大家一起沃鲁王 有点理解 小姐我给你提个建议 欸等一下 小姐我给你提个建议 这个小的杯盒在那边太小了 盒子太小了 一些早期平台ambi的票 全部全压在那边等 好的 没问题 那待会我们抽大奖 一定会帮你这样嘴部搅一搅 没有问题 我现在就一直摇 我看待会讲到一半我们抽奖吧 抽这个Amazon股票 OK 待会讲到一半抽 好 非常感谢大家做了很久了 听了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话题 那很多朋友就非常期待我来讲 因为我马上有很大的一个效应 就是下周股票如何走 或者下半年 大家说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请了五家公司 大家也不是在浪费时间 昨天我在从洛杉矶到纽约的飞机上 看了一个HBO的 应该是show time的电影 叫Billing Ears 大家看过没有 看过的朋友请去 这个肯定是粉丝 华尔街大粉丝 炒股票 现在今年特别难赚 刚才晨晨跟我聊天 今天是买啥股票啊 我说你就买Facebook Facebook波动太小 他不喜欢 每天波动有的时候很小很小 有偶尔来一次大行情 那么大家其实如何在赚钱 今年如何在赚钱 Billing Ears里面的电影就告诉你 要抓信息 要抓信息 有 Billing Ears 这位朋友说一下Billing Ears有没有这电影 有这个电视剧 大会我们帅哥如果大家想看免费的呢 找这个帅哥拿个网站上面都有 中文字幕都有 他讲了一个华尔街很牛逼的一个人 那美国的检察官就想把他抓起来 因为他有很多内线消息 他所有的基金经理的东西就是抓信息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抓信息的机会 我们今天探博士来了对吧 探博士在吗 今天有人在微信上问我 这家公司基本面很好啊 但是股价一年半都没涨 什么原因 所以他今天就是来介绍他的公司的 OK 我想告诉大家呢 其实我们股价公司里面有一只股票 今年跌到四毛 然后涨到过两块钱 两块五毛 是Sino Sino 听说那位女士上来讲了以后呢 大家都跑了 其实傻户啊 有的就想天天做 吵来吵去 其实现在越来越难做 因为为什么 瓦尔街有一个股神叫William O'Neill 他出了一本杂志叫Investor Business Daily 他告诉大家 要买基金没有买的股票 基金都是聪明